隐私操氧是怎么回事 竹温医生特要专家程柏如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私处操氧最常见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外因白带多刺激 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外因引导炎 那这种也不排除有一些人 单纯的外因遭氧症 比如说外面长了 比方湿疹 甚至什么湿油 甚至有一些子 其他不该有的吧 这些都是一个遭氧 那既旦有遭氧 我们经过一般的自己的清洗 也不能缓解 或者我们自己清洗的过程中 发现有些异常的醉生物 或者是亏烂 白带特别多 颜色不好 那么肯定还是要积极的医院去就诊 可能才会化验 更精准的知道是哪一种原因 哪一种病造成的外因遭氧 这些检查的一般来是肉眼 是一个正规的副科大夫 可能先看 眼观看 可能外因长没长什么东西 比方刚刚说 有没有石油 什么煎鱼石油 什么煤斗呀 这些 最生物吧 下来呢 我们就可能要取材 引导秤开看 白带多 白带进行一个化验 再有必要呢 也可能做 你外因如果有最生物 也可能做个活检 或者做个引导镜 看经营不得确认 它到底是个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才能取材了